这是一头雌性坐头鲸和它的幼崽 他们刚离开了夏威夷 两周前坐头鲸幼崽就是在那里出生的 现在他们正向北方行进 前往美国阿拉斯加州浮游生物丰富的海域 夏威夷的温暖水域是完美的育婴室 但却没有足够的食物来喂养幼崽 雌性坐头鲸已经六个月没吃东西了 它每天仍要给幼崽提供大量奶水 前方还有五千多公里的旅程 等待着他们完成 广阔的太平洋中 潜伏着许多未知的危险 对坐头鲸妈妈来说 这是一段艰难的旅行 而对于刚书生的幼崽来说 这几乎就是一场马拉松 妈妈放慢了速度 在幼崽累了的时候 妈妈会从下方拖起它 如果雌性坐头鲸计算准确 他们会赶上一顿大餐 他们能在那里饱餐